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 《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446集 萧久安的话表明了他的立场 虽说种种证据皆指向南疆人 可他心里仍旧存着怀疑 如此一来 季云开就敢将自己的怀疑说出来了 王爷 你能不能让人查一查季心 季心明显有异常 且似乎知道他的秘密 按说他应该自己去查 可他两手空空 拿什么去查 等他查出来 季心估计已经杀了他千百遍 季心 萧久安脚步一顿 错愕地看向季云开 浅色的眸子闪过一抹迷茫 很快 可是季云开就站在他身旁 所以他看到了 萧久安明显不知道季心是谁 莫名地让季云开心情大好 好脾气地道 季家三小姐 你对冷凤胎 虽然他也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因萧久安不知道季心是谁而高兴 但他就是欢喜 哦 萧久安轻轻地应了一声 镇定地别过头 以掩饰自己的尴尬 片刻后 发现季云开没有说话 便主动问道 他有什么不寻常 天知道他从来不是一个会主动找话题的人 所以话题找得不好 季云开也只能认了 谁叫他不说话呢 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好 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十四岁的小女孩 看着于你们这些人不相上相 我们 只两个字 可萧久安却说得很慢 明显是不喜 拿他跟一个小女孩比 季云开这是在羞辱他吗 拿一个季云开明显不喜的小女孩给他比 季云开这是在告诉他有多嫌弃吗 我是说 他给我的感觉 和你还有凤琪师兄一样 沉稳 冷静 理智 不像是一个孩子 如果飞鸟袭击他的事是季云一手主导的话 那他只会说季云太可怕了 你在说你自己吗 萧久安听完季云开的评价 心情稍好 还好不是什么残暴 冷酷 张狂 他还以为他在季云开心中只有负面的评价 季云和我不一样 也许季云和他一样 灵魂与外表不相符 萧久安没有接话 而是认真的上下打量了季云开一眼 最后点了点头 本王会让人盯着季云 他虽看不起那些女人 但也从不小觑女人 女人的手段也能取人性命 女人的野心也能颠覆政权 谢谢 季云开挣了一下 才记得道谢 可不想这一句道谢 却让萧久安周身的气温瞬间降了下来 见季云开一脸茫然 萧久安不由地冷脸喝道 季云开 你记住 你是燕北王妃 这有什么关系吗 季云开一脸疑惑地看着萧久安 突然强调他的身份是什么意思 蠢 萧久安弯了季云开一眼 大步离去 留下季云开站在原地百思不得其解 好半天才难难自问 是说我是燕北王妃 所以不用对你道谢 可不对啊 这和我道谢有什么关系 说谢谢 不过是习惯罢了 和我的身份没有关系啊 在季云开看来 请人帮忙道一声谢再正常不过 与身份无关 可是在萧久安看来 季云开这一声谢就是拉开两人的距离 可惜男人与女人思维极少在同一个频道 所以他们不可能想到一块儿去 当天夜里 季云开没有回寒水塘 而是选择在自己的院子与暖冬五人一道陪张慧和最后一晚 第二日乌云坠地 天气阴沉的吓人 天方见光 王府的侍卫就将张慧和的尸骨抬了出来 准备送去城外安葬 昨晚季云开就让人给张家和齐家传信 说了张慧和出灵与下葬的时间 只是现在看来不管是张家还是齐家 都不会有人来送张慧和了 季云开不知道这是张慧和的失败 还是张家与齐家的失败 这两家人竟是连面子都不顾了 不来便不来了 终归你救了我一命 我送你一程 季云开轻叹了口气 没有让侍卫等 而是让他们将棺木放在马车上直接出城 有燕被王妃亲自护送 没有人捣乱 只是沿途却少不了风言风语 听说棺材里的那个姑娘是被复仇的飞鸟啄死的 也不知道这个姑娘造了什么孽 居然生生被鸟给啄死了 这种人肯定不是好人 当然不是好人了 你没看到这位姑娘的家人都没有来吗 送灵的是燕北王府的人 想来这姑娘的家人是不想沾染这种事 这是谁家的姑娘 听说是钱太妇的孙女 张家的大小姐 你看张家人和齐家人都没有出面 就知道她死得多丢人 听说那些鸟是要找燕北王妃复仇的 这姑娘不长眼 跟燕北王妃走得近 就被鸟给啄死了 什么呀 我听说是燕北王妃拿这个姑娘当挡箭牌 生生把人害死了 不对不对 要是人是燕北王妃害死的 张家和齐家怎么可能不过问 谁知道呢 许是怕燕北王 类似的风言风语不绝于耳 哪怕是坐在马车里也挡不住 听着路人的议论 纪云开大致明白张家和齐家 为什么无人过问张慧和的死 也无人为他送葬了 原来是怕惹上麻烦 经中的权贵知道 昨天发生在纪家的事不简单 可对大部分相信天意的百姓来说 昨天的事就是上天的惩罚 是飞鸟复仇 与什么阴谋算计无关 事已在有心人的煽动下 燕北王妃既云开穷凶极恶 到连鸟都看不下去的消息 在百姓间流传开来 就连张慧和也没有落到好名声 去查查什么人动的手 纪云开不相信这事背后没有推手 要无人引导 流言不会传得这么快 是王妃 查继心这种高难度的事 暖冬做不来 可查流言源头却不难 趁无人注意之际 暖冬悄悄地下了马车 混在人群 继云开则无视流言 带着棺木继续往城外走 沿路虽然流言不断 可却没有一个人敢捣乱 一路十分顺利 可就在城门口 他们被人截住了巨路 停下 停下来 一蓝一青年 风似地冲上前 冲破侍卫的防守 扑在棺木上 嚎啕大哭 表妹 表妹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 青年身上带伤 双眼通红似血 双手死死地抓着棺木 想要把棺木 从马车上拽下来 指尖瞬间就滑了血 可她却像是不知道痛一般 只拼命拖着棺木 嘴里大喊 表妹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